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自从这个藩薯州事件 就没有露面的行政院秘书长薛湘川 今天在立法院里头露面了 而且还当众道歉 对这个事情我这个引起一些困扰 我个人是感到抱怨 但是我已经辞掉职位 所以我以后不再对这个表示任何意见 谢谢你们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而且从今天开始呢 行政院团队呢 要南迁到南部的重灾区 要在那边办公一个礼拜 昨天监察院长王建轩才说 希望呢 官员能够回台北来坐镇指挥 不要再南下去磕头了 他们两位赶快回到工作的岗位上 在那里坐镇 好好的想指挥 怎么灾后重建 不要老跑到那里跪了去跟人家磕头啊 又是一句空十秒啊 再拥抱一下啊 这些动作我都赞成啊 连我都想去 尊重我们尊重监察院的 的一观点 那当然我想 在第一时间把灾民的意见 纳进来 把受灾乡正式的意见纳进来 也是重建规划工作重要的一环 到底是应该坐镇指挥 还是前进灾区占到第一线 这本来就是政治人物非常困难的选择 胡大哥有什么建议 现在腹子齐鱼 做什么都不对了 既然已经下去要一个礼拜了 我想要尊重 如果叫他回来 那这个内阁就不要做了嘛 那等于辞职了 我看我们只能说 那就一做好好去做了 但是我倒说 一方面就在做了好 但是内阁的全面评估 我看包括刘克的自我评估也要做 至于先上川他道歉 当然道歉 其实后面都不要加 我辞职就不用再讲了 我觉得政務官尽量少打电话到call in 因为你会被抓 抓那个被人 用书面传声最稳的 是我三命建议 书面很起 书面传声最稳 他会不会上面也写拜托欸 对 尽量的 尽量的不要